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来到10月16日凌晨了, 十月这么快过了一半了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看桑普频道, 留言,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可以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我的YouTube留言, 第一个字顶的留言, 最后一个link 希望click进去, 能够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希望大家看完这广告, 看完这段影片, 用Superfanser Function 继续货金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当然你说要讲香港新闻, 不想讲什么施政报告, 我完全没有兴趣 我知道很多媒体, 外国媒体, 离山媒体都很有兴趣讲香港新闻 大家可以参考有关的消息,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最关键的战役者 就是一个美国大选, 我看到很多的留言, 都很多说, 川普我已经投了一票了 我们整家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已经一次投了Trump的一票 我很开心的, 起码我做这个节目, 能够使大家有这样的行动 而这也是对于自由民主世界的守护, 尤其对美国的守护, 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是怎样呢? 我想你知道结果是胜利的 结果是令我很开心的, 因为民意调查显示 提早投票的结果, 在关键摇摆州, 就是七大摇摆州 Trump是领先的, 但大家知道共和党的选民 是和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杂性很不一样的 这次如果你的关键摇摆州, 共和党的一些不在今时上 习惯提前投票的共和党选民, 即右派的选民 都提前投票, 而且还要领先左派的, 习惯提前投票的选民 我会觉得, 哇, 哇, 我只是觉得不得了 接着你看全国的情况, 你会发觉到, 全国没错, 民主党在提前投票的地方 一定占尽优势的, 但关键摇摆州第一, 只是看七大摇摆州 就决定了整个美国选的结果,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好 不是说popular vote of the whole country, of the whole USA 是七大摇摆州, 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Wisconsin, Michigan, Pennsylvania 决定了美国的这个大选的结果, 而他们这些情况 右派通常的选民不是那么愿意出来投票的, 都赢,是投完票的人 这些人都发觉到, 喂, 很多人支持Trump 支持Trump的人是占优的, 这一点令我喜出望外的, 我完全猜不到的 如果这样搞的话, 当然, 10月旌旗未完, 还有22日, 21日, 21日才不是的, 20日, 还有20日, 最后大选日 很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 Kaps特和哈里斯民意调查的Harris Paul 不是Karmala Harris, 这个叫Harris Paul 所以我们是Who the hell is Harris? 所以我们不说Harris, 说卡马拉 所以有一个叫做哈里斯民意调查, 这个和哈里斯没关 这两个就针对准备提前投票的选民做最新的调查发现 Trump就在摇摆州微幅领先, 但是这个卡马拉就是全美得到较多支持 这个就是会做这个提前投票, 它不是exit post的, 会exit的, 是准备提前投票的选民做一个调查 这个共同的调查就是在10月11日至13日进行的, 调查了3145名的选民 包括了2596名可能的选民和898名的摇摆州选民 调查发现45%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提前投票, 而计算在选举日投票的, 即11月5日正式投票的, 正日投票的只有50% 所以我想就是差不多一半的票都会在提前的投票, 游记投票那里去实行这个投票的 Swing States摇摆州准备提早投票的选民, 有48%的选民选择Trump, 47%的选民支持卡马拉 另外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其他选择或者上未投票, 即基本上Trump在赢1%, 当然不差啦 看下去了, 共同主持这项文议调查的Mark Penn表示 Trump的摇摆州战略正在取得成效, 而调查显示在关键摇摆州的所有选民中 Trump的支持率上升了2%, 去到48%, 而卡马拉的支持是46%, 即你的支持度还要Trump赢2%, 无论是选票的选择 因为这个支持率, 都是Trump的支持率, 都是Trump的领先 如果说全国, 即是 popular vote, 当然这个是irrelevant 卡马拉在全国提早投票的选民中, 是以51比43%的支持率, 大幅令先Trump 8% 但不用怕, 因为这些是提前投票的人, 还有一半的选民, 大部分是共和党的选民 这些提前投票的选民, 特朗普都在赢, 我就觉得非常安心的 因为如果你说全国的, 可能加州, New York, New Jersey, Maryland, Illinois, Colorado 或者什么 Massachusetts, 这些州, 这些州是蓝州, 很多提前投票的人 所以你冲到卡马拉的这种支持率很高, 不重要的, 重要的全部是蓝州, 你怎么投的, 你都赢了就行了 但问题就是, 哪些州是关键呢? 七大摇摆州, OK? 而七大摇摆州, 通常不去投票的共和党算民, 他们有意向做这个投票的, 是很少数 依然, 这个Approval Rate, 是高过卡马拉, 2% 那么你看到, 特朗普的支持率是相当强的 那么如果你用这个比例来推算, 即是说, 有48%是提前投票 50%是正一投票, 而共和党的人比较倾向就是正一投票 而在关键摇摆州, 提前投票的共和党人, 都多过提前投票的民主党人 我想, 共和党赢得这次选举, 即是川普赢得这次选举的机会, 是增压了很多 我是比较安心的, 但当然啦, 我做这个节目, 也影响到很多 港裔美国人, 或者听得明广东话的人, 即是在美国做投票的行为 我只是说, 哎, 算啦, 你当是川普在输, 当啦, 然后呢,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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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 不要只是Fight,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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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Vote,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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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麻烦了 不要以为只剩花生算数, 要行动的, 去投票, OK, 这个重要 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三个星期, 而一直都在投票 卡马拉和特朗普进入了一场激烈竞选的最后冲刺阶段 小数几个战场, 将战场州, Battleground State, Swing State 将会成为决定, 谁在今年秋天胜选, 然后在明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的关键 当然啦, 大家看民意调查, 看到Majigan, Wisconsin, Arizona, Pennsylvania 都陷入苦战, 这件事大家都明白, 根据国会三部和餐厂部 决策办公室总部, 这个左交的民意调查, 显示 卡马拉在全国范围内, 大概50%支持率, 领先Trump的47%, 以前讲到说抛开5%, 6%, 现在呢, 缩窄到3%, 另外一个左交民调, Harvard 大学, 和这个 哈佛Ipsos, Harris, Poe, 就显示 在所有登记选民中, 卡马拉只是以1个部分点, 微弱优势领先Trump 如果你就是1, 一讲到Battleground State, 一讲到Swing State 全部这些都抹掉了, OK 那么哈佛哈利斯, 两个民意调查 看到三千多个选民比较多些, 所以它误差范围正乎1.8% 但全部都是发觉到1%的微弱优势可见, 全部都是误差范围来的 那么它有很多的加权方法, 譬如是倾向性评分加权法 这就是我们看台湾, 在1月当时看台湾大选都知道 什么山水民调啊, 其实最后很多加权方法就决定了 就是, 怎样可以做了sampling 公正地问完所有人之后呢, 用加权 就是propensity score rating 评分加权法去改造一个 就是一个情况, 很简单的嘛 就是用一些性别地区种族族裔, 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收入, 责业状况, 交易程度 然后做一些extrabulation, 然后做一些数字上面的扭曲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算出最后结果 我觉得呢, 这些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 由2016, 2020, 2024, 今年到日 他们做的所有事都不准确 而最后低估了右派的支持者 而高估了左派的支持者 这个我想就是, 比较我看到的状况是这样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现象的 就是呢, 在这个大选里面呢 我们是, 除了知道这个摇摆州, 现在可胜, 未稳 但我想都是, 基本上我觉得很乐观 因为昨天我们说的都没有这个提前投票的数据 现在更加重要的时候呢 我们就, 派了个定心院给大家 但记住啊, 记住去投票啊 千万不要因为, 有个定心院所以不用投票 那么我看回整个现象 那么美国大选 那么有一些人呢, 继续呢 是唱衰这个Trump的 譬如呢, 左派的民意调查 左派的媒体呢 很流行捧出一个知名统计学的学家 统计学家 Nate Silver 那么他就说呢 卡马拉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 击败Trump的几率呢 是有下降, 但是依然会击败 那么他说呢, 在9月的时候呢 卡马拉抛离Trump六个爆分点 现在呢, 哦 即是51.8% 对47.9% 相差是3.9% 足足减了呢, 大概三分一 之二分一之间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呢 他仍然认为呢 卡马拉会赢得这个选举人票 但是同时呢, 他打定自己的底 整个李居明的一款 他说呢, 这个紧张情势力来罕见 所以呢, 是相当难的 因为他说这个人呢, 在2008年呢 美国大选中精准预测 50周中49个周的总统 选举勝负 以及全部35席参议院的当选人 全部都是对的 所以他那本书的精准预测呢 是享负性命 那这些就是, 类似那些什么 林真啊, 李居明啊, 麦玲玲啊, 蘇文峰啊 就是这些这样一样 就是他们要做的就是这些这样的 哎, 估得准, 懂标啊 那些什么 所以这些这样的做事方式呢 Let's see 但我只是说, 现在我比较相信 就是提前投票的那个调查呢 可能有一些准程度 显示到什么呢 就是说, 左派的民意调查 是吹左派的人出来投票 但是吹他出来投票的那下呢 非常传统和拙劣 就是相当笨的 反而他会有偷鸡不料蝕把米 最后吹到右派的人呢 出来投票 因为呢, 记住这个这个数 一定要出来投票呢 才能够改变了这个命运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不容易的 OK, 要改变真的不容易 另一个想和大家讲的地方呢 就叫做Enemies from within 这个概念 就是Trump最近呢 就去了这个 奔直凡庭亚州 因为他就再去 因为这个 关键19张选举团人票的 这个搖擺州 那去哪个地方呢 他今次去了 费城市郊 一个地方叫Oaks Oaks Oaks 那这次的 这个 Town Hall 就是一个呢 被现场观众问 就是互相对谈的节目 就是有 我觉得他主持就是 南达科他州 是不是 如果没有记住 南达科他州的州长 一个女性 那女州长 就是在这个地方 和他对谈 没多久 就是给台下 去问问题 这个Town Hall 就是 给大家 公众举手问问题 通常这些情况很易烈的 当然 特朗普说来说去的 当然 immigration inflation 跟着说 fracking energy 批评 haris 会导致到问题 而重新一句 就是以很多人排序 economy 跟着inflation 跟着immigration 他认为错的 他认为immigration 应该排线 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他最近呢 去到南州 深南州 科罗拉多州 Denver等等的地方 不是Denver 是科罗拉多州 其他地方呢 讲到 这个关于immigration的问题 所以他开始成立 Aurora 因为他的地方叫Aurora 叫Operation Aurora 就希望呢 驱逐那些所谓的 不是低端人口 是非法移民 是那些非法移民中的犯罪分子 而那些这样的人 基本上打架挟石 对着一个女性 N个子弹孔 不断掃射她 强奸杀人 绑架 勒索 什么都有 那这些委内瑞拉的帮派 尤其需要全部剿灭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更加他讲到 就是最近都 讲到 要对抗这些情况的话 那么当然要手要狠 那么 基本上一定要出动 国民警卫军 那么跟着呢 那些撞开媒体就说 哦 特朗普要出动军队 镇压人们 好像整个邓小平 邓李扬集团 那样 喂 他不是出动军队 国民警卫军 如果按照 台湾这个标准就是什么呢 欠兵 或者叫做 就是比较武装的警察 武警 那你说 他说这件事可不可以镇压人 他不是镇压普通人 是镇压那班 就是那些 专门是想煽动 别人去犯罪的人 帮派 这些情况的话呢 尤其对于选举干预呢 是需要很认真看待 那被阻架就说 出动军队镇压人民 其实出动国民警卫军 就是National Guard 那这件事基本上是一直有的一个功能 有功能的确是这样用的嘛 当年2021年 国会山庄事件之后 特朗普叫在国会山庄里面的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出动国民警卫军去做这个有关面的清场 但是佩洛西致约网民 接着还倒打一把 就说你特朗普是要煽动巴人来这样做的 哇真不得了 等一下我们会说回佩洛西这样的八婆 那我先说他 现在先说什么呢 说就是说 这个出动军队是否镇压内部敌人enimies from ravine 那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宾夕凡人的阿州 有同日两个党的厚商人造势 特朗普的这个Oaks的东西 我从头看到尾 是完全是跟一般的竞选情况不同 播音乐呢 他做了DJ DJ Trump DJ不是JV DJ DJ就是音乐骑士 唱片骑士 为什么做了唱片骑士呢 是这样的 因为在他开始说话没多久呢 有人暈倒 现场空气不太流通 那个冷气不够 大家逼 不逼很多人进来 太多人进来 有人暈倒 通常特朗普一见到人暈倒 然后有医生来 他都等那个人处理完 他才可以继续说话 这个是特朗普一直以来的做事方式 不会一路说 一路等你处理 不会这样的 是等你处理 不说 完了之后 继续说 但是说不久呢 第二个人又暈倒 空气局 两个人都没事的 一边左边有 然后发觉到 哇 整个空气不行 他于是乎 他就暗示 提前结束 播歌 有很多手的 就是那些 Opera的也有 然后播到YMCA 大家知道 我播到YMCA 就知道 Y Young Man Y Young Man 然后全部都在那儿 就是大家有押了 押完之后 以为个个走 大家不走 他说 特朗普说 为什么你们全部都不走 然后继续播其他歌 继续就不去进行 不会继续这一个 Town Hall的一个答案 当然 就是中间主持人问过他 台下的人都问过他 但是这件事好像 提前结束了 我会第一就是看到 他对于现场的空气不流通 觉得有危险 这个危险 不单止对他自己危险 也对公众危险 但他不可以说 大家很危险 大家怀疑恐慌的心情 离开这个地方 他是为大家好 那这件事的做法 我会觉得应对是 有趣的 他不会说 有碗画碗有碟有碟 很危险啊 大家走吧 互相踐踏不得了 因为很多人在 所以他们会 用一种 用播歌的方式 和平的方式去做 但这件事 那些人不散 因为觉得 喂 我这些人继续想听这些东西 那于是 尤其排了这么多个钟 入历 坐了这么久 都希望听到 但是听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很失望呢 我想不会 我看现场气氛 对于特朗普的一些 已经完成的一些演讲 比如说 刚刚说 immig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more severe than inflation than an economy 那这个他说的基本原则 还有他说了一些 关于他自己的想法 这些他其实已经 很多做世大会都说过 这个其实不是他在 他说些什么 而是他的感召力 我认为他感召力是不堕的 依然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 我想他的应对是好的 但是左家媒体呢 就不断地抹黑他 说你看 DJ Trump 变成了一个唱片騎士 那样 那这件事就是 就是 看看你怎么看 我会觉得是 他是播歌的 就好像做个DJ一样 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我会发觉呢 即他是应对得宜 OK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卡马拉呢 也都在Erie 在这个 宾夕凡尼亚州的西北方 靠近尼克 Erie的湖那里 五大湖其中一个 就是在那个地方 去举办一个做世大会 那个不是Town Hall 就有他说 没人说的了 那当然 就是继续去批评Trump 就说他要出动军队 啊 例如这些问题 因为 事员Trump接受Fox News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说有很多radical left 激进左派 极左派 可能采取行动 如果真的有个必要 应该召集军队 尤其是国民警卫军 不是陆军 空军 海军 是国民警卫军 去维持秩序的 Trump 就这么说的 我认为 来战内部的人 enimies from within 才是更大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非常坏的人 一些病态的人 激进的左翼风子 所以一定要去 radical left lunatics 一定要去处理 处理 在当地时间 10月13日 他说给Fox News的主持人 Maria Mati Romo 就说给他 警卫队 应该能很容易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有必要 应该召集这些军队 他之后的采访中 Trump 点名了一个 来战内部的敌人 就是Adam Schiff Shifty Shiff 就是这个 加州 美国加州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 在他看来 Trump 就说 内战内部的敌人 比中国 俄罗斯 和所有这些国家更危险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总统 他很容易对付他们 但更难处理的是我们内部的这些疯子 例如Adam Schiff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Schiff是一个 Trump 谈劾案的首席 谈劾管理人 多年来一直受到 Trump 的批评 当然 谁对谁错 大家都很清楚 而Trump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Steven Zhang 就对华盛顿邮报回应 说 Trump 是100%正确的 那些人试图在我们选举中 通过杀核骚的总织 来破坏民主 他们一直 是一种直接的威胁 就和那些 即是所谓的 这些直接威胁 是 就和 光明 因为策略多次选举 襲击 而拘捕的阿富汗恐怖分子 是一模一样的 对于这件事 卡马拉竞选团队回应 Trump 暗示他的美国同胞 是比外国人更坏的敌人 是想使用军队来对付同胞 是想要一上任第一日 就成为独裁者 在那呼吁终止宪法 怎么搞错 要去镇压犯罪 要去懲罰罪犯 而并不是要做独裁者 终止宪法 这个帽子带下去 是荒谬的 是吧 卡马拉的团队继续说 如果他重新当选 他身边围绕的阿瑜奉承的人士 将会结合起来 去帮助他 甚至无话 是将赋予他一个不受约制的 前所未有的权力 而这个权力 而这件事 让每一个关心 他们安全和自由的美国人都感到警觉 Donald Trump的承诺是危险的 令他重返白宫是一个美国人无法承受的风险 这个就是这样的 可见这帮极左派是多么 说谎 美国左派媒体Politico指出 即使美国前总统Thomas Jefferson 颁布的1807年的 《起义法》就是这种所谓的叛乱法 Insurrection Act of 1807 呼吁总统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军队打击叛乱或其他骚乱的权力 但在选举日部署军队的想法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投票进程的干预 Well, well, well,第一件事 Donald Trump不是叫你选举日部署军队 Donald Trump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乱事 就要出动国民警卫队去处理这个问题 而这件事是完全有法庭依据 法源依据,法律依据 这个是1807年的叛乱法 那在Donald Trump的上一个任期里面 他曾经说过要部署军队处理2020年 因为黑命贵运动 就是George Floyd 2020年之死的抗议活动 但最终他都没有这样做到 因为这件事牵扯很大的效果 其实当时身为名利苏达州州州长Tim Walls 他就是基本上罪魁和首 这件事不是联邦要做事 根本上州政府要做事 但他没有做到事 美联社在14号分析说 在Trump的第一个任期内 Trump测试了总统能够使用军队力量 来实现政策目标的极限 如果获得第二个任期 这位共和党和盟友 会走得更远 将军队重新定义为全能的工具 这个就是左派的美联社 不断扭扭特朗普的一种证据 当然 Trump就在11号 在科罗拉多州 Aurora市的演讲里面 将Aurora描述为 委内瑞拉帮派控制的战区 Warzone 说他将会采取有力的手段 将这些毒 恶毒嗜血的罪犯 混尽硬容 或者将他们踢出我们的国家 根据Trump之前提出的 Agenda 47 第四日七任总统的议程 将目前驻驻在海外 数千名士兵 转移到美麦边境 是首要任务 他表示将部署海军封锁 登船检查船上的分态 这个就是做事 做事 做实事 就是左膠不断老屈他 说这个人是独裁者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美联社指出 这个左派媒体说 Trump的盟友也不羞愧于这个行动 描述为以新的戏剧方式 使用联邦政府最大的工具 去达成他的影响广泛的任务 很多共和党人认为 Trump在移民问题上反映了现实 同时采取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比如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Joe Wilson都说 我支持Trump的原因 是他将他第一日 确保边境安全 现在这个可能 就被指为独裁者 不过他仍然很支持他 必须确保边境安全 当然了 大家知道Trump是不会将现役军人 调往边境的 我再说一次 国民警卫队 National Security Guard 他会调往边境 就算共和党 正在Mississippi的参议员都说 鼓励国防部协助边境安全 但这个工作要由国土安全部的领导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Follow the due process Follow the rules Follow the law 基本上要做的事 始终都要做 这些是相当重要的 OK 所以我相信 这些左派的狂乔 可以优异 因为完全是文不对提 文不对提 完全不能够讲到重点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要明白 这个是非 这个之外 我们也看看佩洛西他的丑态 大家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和Trump誓成碎火 14日佩洛西在英国《惠报The Guardian》的Podcast 即博客节目 美国政治周报Politics Weekly America 毫不掩饰对于Trump的疲疑 甚至直呼Trump的名字 是很怪異 说Trump的名字很weird 很weird 那别人的Trump的名字很weird 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说桑普你的名字很weird John你的名字很weird Paul你的名字很weird Paul你的名字很weird Peter你的名字很weird 这个人身攻击 To be honest 这件事on what basis 那你说Trump的名字很weird 那你说Trump的名字很weird 那说别人的名字很weird 他带到别人的姓 又不是别人的决定到的 醒醒清贫你 那你想说些什么呢 佩洛西够怪異啦 八佗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不需要去和他理论 我觉得是癡之以鼻 据报道呢佩洛西一直都是Trump的眼中钉 激常激怒Trump 以致他在社群平台上发表长篇大论反击 佩洛西还曾经2020年呢 在Trump去到国会发表国情之文的时候 公开撕毁他的广告 说这个是Manifesto of Miss Truth 那是方话宣言 这个完全是失礼的 我想左家媒体也不会批评他 完全是无视于行政立法的分制 你又可以不同意他的概念 不同意他的施政 但你不可以在当众用这个方式来羞辱别人 不尊重美国民选的总统 佩洛西去解释他将民主党里面的中间派 和进步派团结一起努力的独特能力的时候表示 他认为领导力就是尊重和建立共识 真是很白痴 他将极左派凌鸡在中间派 令到拜登投行自省 我会说到这一点 两个人到现在未见过面 佩洛西就说领导力就是尊重和建立共识 毛泽东和习近平的领导力都是尊重和建立共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 说出这些东西的暂着说话不要 和自己自残形畏都不如 他自己都不讲清楚什么叫领导力是尊重和建立共识 No 你先说出这个领导力 你想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o do 而不是建立共识 即是今天有人认为我们要卖台 马英斗 有些人认为要护台 賴清德 而我要成为他们两个领导人 就是尊重两方和建立共识 This is not a leader This is just a co-ordinator This is just a puppet Mouthpiece 完全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角色 不是领袖Leader应该要做的事 我不是要大家做希特拉那些Future 你不要误会 每个人说我们发西斯 No 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要主见 然后给别人的选择 透过民主的选举选择一个 真正带领美国走一条正确道路的人 The right way to do 而不是说我成功将中间派和进步派团的一起放屁 你们将进步派极左派凌隔于中间派 而这班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 华盛顿集团 和这班直谷集团 荷里活集团 受尽中国的初摆 接着他们自己本身是什么呢 挑到极左派 拉一个哈利斯出来 代替一个谁死不挣扎的拜登 将这班建制派 将他视为卡玛拉 视为一份子 要卡玛拉 应没有学舍 讲一些建制派想听的说话 这些是领导力吗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纯秀能力 纯秀斯 OK 这种东西的做法 我觉得很好笑 他就嘲笑 佩洛西嘲笑Trump 不具备这两项能力 没办法呢 有尊重力 和建立共识能力 尊重和建立共识 不是透过表决去处理 OK 哪个是真正破坏共识 大家心知透明 尤其他说Trump对于移民的仇恨言论 我会在冤枉他 对于移民的仇恨言论 我就觉得很荒谬 讲这些说话的人 完全都是罔顾事实 他说形容Trump是毒害这个国家的血液 佩洛西说呢 我从来都不讲Trump的名字 而是用他叫什么名字 What the name he is 他叫什么名来着 即是What the hell he is 这个来代替他 不想叫他的名字 那我都叫你佩洛西的名字 那我难道他叫西婆吗 是不是 即是好像这个 我是不是要学周星辞 唐伯虎的老爸 在这个所谓唐伯虎点秋香 里面说 是不是叫你朱西呢 那我是不是想要这样叫你呢 我都不是叫你这个名字 我都不会说 一说你这个仇恨现了 莫名其妙 接着你不断地说Trump是一个怪异的词语 全美国多少个人叫Trump 你说这种怪异的词语 你根本上荒谬 你用这种东西来说 完全不是说出他做错什么 你说他的名称是一个怪异的词语 接着就说 你就是不喜欢这个词 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我一点也不想 他表示身为一名天主教徒 我最討厉的了 梁美芬也是天主教徒 那些什么鬼呀 什么配呀 都是天主教徒 有很多的 林郑月娥都是天主教徒 如果骂了一句壮话 就没有机会忏悔 可能会在地狱里面被烧死 所以我不想没有任何风险 你是不是轻姐上身 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呢 说说了他粗口 就没有机会忏悔 可能在地狱里面被烧死 神经病 这些不是天主教徒 你信的 是邪教 所以就说他不想没有这个风险 暗示特朗普的名字 好像粗口一样 特朗普等于粗口一样 真是挺有趣 这些这样的垃圾 这些这样的house speaker 依然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敬重 我仍然觉得荒谬 荒谬 荒谬 另一方面 这个14日在英国《卫捕》的podcast节目 Politics Weekly America 都继续说 他今年7月间私下运作 促使到 即是搞这个黑幕政治 促使到现任总统拜登放弃联任 两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 他强调这样做 是能够阻止特朗普当选 进而保护拜登的政绩 终于认了 他是后面的影武者 他是后面的扯线人 而无论是拜登 卡玛拉 都是为佩洛西服务的 为奥巴马服务的 为克林顿、希拉里服务的 克林顿、佩洛西、希拉里和奥巴马 后面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扯线人 这个是哪个人 核心是那些深层政府的人士 再进入George Soros 很多很多的有钱人 这个才是美国的癌症 而你看得到多么黑暗 多么黑暗 佩洛西说 准够他仍然将拜登 视为一位伟大的朋友 和长期的政治盟友 但在有证据表明 拜登深自敏锐到下滑之后 他认为有必要做冷酷的政治谋算 冷酷的政治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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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他上来 你什么?公廷政治?太监?外戚?幻官?皇帝?太子?还是良良? 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被问及拜登退选之后 两人是否曾经交谈的时候 他说 在那之后就没有了 但我对此祈祷 你祈什么祗? 我最恨这些魔鬼在扮祈祷 你做什么事? 佩洛西补充说 我非常尊敬他 我扔他下来 但我非常尊敬你 他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既然那么伟大 怎么你扔他下来呢? 我认为他的政绩必须受到保护 但在选举的过程中 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会发生 我的想法就只有让我们走上更好的道路 他说拜登做出退选决定的时候 应该有点不舒服 畢竟两人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友 现在都不相往来 可能去到老死都不相往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Nancy Pelosi就说 选举就是各种决定 我在一阵子前决定 特朗普永远不能够再以美国总统 或其他任何身份踏入白工 因此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必须做出有利于获胜的每一个决定 而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候选人是谁 总之都是他决定了 I am the decision maker 佩洛西你收皮吧 谁是Dictator 谁是真正的 违反民主精神 违反共和精神 违反宪政原则 做影务者的 恭维政治的 黑幕政治的 幕后的影务者 就是Nancy Pelosi 他自己认识我逐个字 刚刚读给你听 你自己左派媒体不报 我报给你听 Nancy Pelosi也承认 拜登竞选团中 有些人可能不会原谅他 被拜登的胜绩只能局限在一个任期 但Trump一旦胜选 同样会严重影响拜登的胜绩 That's not the point 今天是你拔他下来的 所以你看拜登 基本上 我觉得是变了 一个无间道 他今时今日 摆明是 赌亚Harris 即是卡马拉的米 昨天我已经大蝙蝠地说过 一些关于他的事 OK 另外 大家看到 下面这些新闻 我觉得尤其有趣 拜登是为Trump的安全 基本上是在意 尤其华盛顿的官员透露 拜登的官员透露 已经警告伊朗政府 停止一切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Trump的阴谋 警告任何威胁Trump的生命企图 都将视为战争行为 还不是无间道 还不是梁朝伟 是吧 陈永仁 还不是陈永仁 肯定你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名美国这名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定期听取有关Trump威胁的简部 并下令他的团队处理伊朗对美国人的威胁 官员说 在拜登的指示之下 几名的美国高层官员 已经向伊朗政府高层全体信息 警告达兰政府 停止一切针对Trump和前美国官员的阴谋 偏偏没有讲哈里斯 没有的 没有讲哈里斯 没有讲卡马拉 停止对于Trump和前美国官员的阴谋 记住Nancy Pelosi不是官员 她是一个议长 她不是官员 停止对Trump和前美国官员的阴谋 可见她在说什么呢 另外华盛顿也告知伊朗当局 将任何针对Trump生命安全的企图 就视为战争行为 总之你敢去刺他 你敢杀他 我一定跟你死过 Trump当选之后 一定要调查伊朗背后 是否中国共产党 一定要搞清楚 报导分析 伊朗一直否认干涉美国事务 反而指控 美国干涉伊朗事务 已经几十年了 包括1953年的伊朗政变 以及美军在2022年 凶杂炸死伊朗革命委队指挥官 苏雷曼尼 就是苏雷曼尼 即是谁时候炸死他 在2022年的时候炸死他 你说到尾 你可以继续说 但是我只是说 去到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看到 拜登 is doing something pro Trump 而这件事我会觉得 挺有趣 然后牵动到的 拜登和卡马拉之间的关系 日渐紧张 内部磨擦越来越多 现在剩下选举的时间 我想是20天左右 都没有了 我想这样的情况 你看回卡马拉和Joe Biden 之间的磨擦 要玩出火 起火花 大家自己去评价一下 美国知名的新闻网站 Axios的报导 多位消息人士指出 尽管拜登团队希望卡马拉能够胜出 但多位资深的白公幕僚 对于拜登被劝退竞选 连任仍然耿耿于怀 在竞选过程中 他们仍然适应辅助角色 一位和卡马拉关系密切的盟友表示 在此时拜登的团队很情绪化 白公幕僚也部分认同这些说法 而卡马拉的团队批评白公幕僚 在协调拜登的信息传达和行情安排上 未能够充分能够掌握 考虑卡马拉的竞选活动需求 例如拜登在卡马拉在密歇根州 做竞选活动的时候 临时在白公简报室居行记者会 导致卡马拉的活动 获得电视媒体报道的时间大幅减少 摆明是套他的光 掩着他们一些曝光的时间和机会 而另外在此之前 卡马拉也曾经批评 法拉底达州州长Ron De Santis 在巨峰事件未接听他的电话 但拜登随后就说De Santis和善 而且合作 当时很多消息人就视为 拜登当时未被告知卡马拉的评论 所以各行其事 这就是说法 拜登近期积极宣传强劲的就业数据 解决码头工人罢工的政绩 而卡马拉是专注于选民的民生问题 例如通货膨胀 这件事全部都是他搞出来的东西 然后卡马拉的竞争团队表示 白宫竞争以竞争活动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决策者 即白宫缺乏以竞争活动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决策者 即是说你拜登你不理我的 这样的意思 团队层级也出现磨擦 比如卡马拉团队试图增加副总统办公室的幕僚 应付更大工作量 但白宫的人士调派速度感到非常慢 而卡马拉感到不满 白宫方面 面对拜登方面表示 虽然一直在协助卡马拉团队 但受到人事调派规则的限制 没办法调不出来 几位这个拜登团队诚言 已经加入了卡马拉的竞争团队 但有些人却因为离开白宫 或考虑加入卡马拉团队 而被拜登团队贴上不忠诚的标签 开始盲面了 白宫的官员表示 由总统到下属 每个人都知道这次选举多重要 我们一直预期会有很多工作人员 希望最后阶段由政府转到竞选团队 而卡马拉团队内部 这个拜登原竞选团队成员 和近期加入的卡马拉盟友之间 也存在一些尴尬的位置 消息人士透露 在卡马拉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适人之后 曾经就拜登的主要电视发言人 是否继续担任原职 或者是否出现身面孔的问题 发生争执 最后卡马拉团队盛出 他的新发言人也频频公开露面 而卡马拉团队也对他合作的 拜登团队的成员保持戒心 因为拜登团队在6月 拜登总统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曾经公开表示卡马拉的选情 不如拜登 所以彼此之间有仇口 就好像两帮人在宫廷中互相斗 拜登的白宫发言人 Andreau Bayes表示 拜登退出竞选后 立即公开支持卡马拉 并且否定其他可能分裂 党内的分裂做法 他肯定做卡马拉的领导能力 持续明确表示对他的支持 白宫也表示 已经积极协助卡马拉团队 并且邀请他参与策略性行情会议 卡马拉的办公室和竞选团队拒绝止评 报道分析说 事实上拜登和卡马拉团队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 除了民主党领袖在竞选后 后期要求拜登让位的历史性举措之外 每一位竞选总统职位的现任副总统 他的团队都曾经与现任总统的团队发生内斗 尽管一些拜登幕僚感到不满 但大多数白宫幕僚都积极支持 并努力促成卡马拉的胜选 虽然双方的幕僚在协调方面存在挫折感 但很多中阶的幕僚合作良好 即是有人有计划、有酬庸、有期待 也有很多人势成水火、增多足少 大家知道这全部政治利益的分派 以及他们本身之间摆不平的问题 根据CNN上周的报道 卡马拉竞选团队正在言议 进一步和拜登保持距离 避免受拜登政府的执政包袱拖累 这个更根本 当然了 最拖累的就是卡马拉上ABC The View 说什么呢 我想不到任何的事情 我和拜登做得不一样 你怎么拖累 摆明你要他们拖到自己身上 所以这些阻加媒体完全不报这些事实 摆明了 荣如若、假恶丑 你都不去报 那你所谓何事呢 大家都明白了 大家知道这个竞争活动会继续去展开 我记得很快就会看到 特朗普去芝加哥做演讲 我们都很期待这个演讲能够原本成功 看到卡马拉现在重点攻击的对象 就是说 怎样使得说 你说要用军队 这个特朗普要用军队镇压 一些所谓的叛乱分子 这些是荒谬的 用这个方式去处理 但是叫做国民警卫队 我再说一次 国民警卫队 而不是出动 这个坦克车大炮 不是屠城 OK 不要将八九六四这种东西 套到下去其他民主自由国家 一些对内的一些犯罪人士 叛乱人士的镇压 你经常说 那你国安法 或者中国都有叛乱法 这个情况 美国为什么美国得中国不得 当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为什么你得我不得 很简单的机会 因为中国是个独裁国家 并不是主权在民 并不是民主自由 并不是宪政法治 并不是住民自决 美国不同 住民自决 主权在民 民主自由 法治宪政 那个政府是要受到保护的 因为它是合法合理 中国政府应该被消灭的 应该被击溃 用法律 用党法来保障这个独裁 专制 法西斯 极权的一个政制 是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讲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继续讲 北韩的法律是荒谬的 中国的法律是荒谬的 俄罗斯的法律是荒谬的 我读过 越读越看越荒谬 你没读 可能觉得荒谬 越读 觉得更荒谬 我只讲更荒谬给你知道 就是什么 那些subversion 就是颠覆 分裂 segregation 这些全部这些犯罪 基本上是用党国的东西 标签你 就是外国的同路人 然后打压你 现在香港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绝对不能够相提并论 那你说 人家的执法是妥不妥当 他有没有due process 有没有符合法治原则 可以讨论 而就算有错 有犯错机制 特朗普不是要做Dictator 不是要做Führer Hitler 不是做Joseph Stalin 不是做Lenin 不是做毛泽东 习近平 不是做法西斯 不是做极权主义 他更加不是独裁者 也都没有摧毁憲法的倾向 偏偏被卡马拉去屈 那他屈所留何事 真真正正使得 美国 步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种 左傾的路线 就是这班进步派 就是这班 左派 就是民主党的核心成员 包括 靠马拉在内 这个就是最得人惊的一点 所以我希望我说这些东西 大家会听得进去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事实 当然我答应大家说 有四种主义 就是Hamilton Wilson Jefferson 和Jackson 我们时间有限 今天都说了五十分钟 我们可能明天 找时间再说给大家知道 究竟Trump执政 他这个保守主义 或者Trumpism 后面的哲学思想 治国理念是什么 很多左交不听不问 就算他说到这些 不想听 想听的 听不明白 听得明白的 又不清楚 清楚的 又觉得不想理 互相这样循环的搞法 会很大势 我对于那些左派 Noam Chomsky 什么后殖民主义 后现代主义 什么批判 什么Race Theory Critical Race Theory Critical Gender Theory 我大学的时候 已经开始读了 这些东西我读过了 Michelle Foucault Simon Boer 是不是 这些我不会在那里抛书包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不是似乎那些人在那里抛书 抛些什么差 给你 Anthony Giddens 都抛出来 莫名其妙 我说这些人 他说一些没有relevance 我说的是 真的有relevance 给大家听 而这些人 其实他的信念是什么呢 虽然就是说 要劫富制贫 扩大政府的权力 收重税 然后用政府成为一个大政府 市场要受严密的监控规管 市场要受政府 联邦政府一个大的联邦政府 凌鸽州的权力 然后做很多的事情 无论墨胎也好 墨胎也好 墨胎权也好 所谓的abortion right 或者说这些 全部这些左派鼓吹的东西 是要求的大政府 这个就是我非常反抗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这个就是 很多人 就是 甚至我们要逃离 string先生 已经被伍佨絕了 全是 接近四點 时间了 那麼我們看回,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面,他都是堅持,我想最多見他的時候,他都在說Milton Friedman的東西,就是說,自由經濟是多麼重要,公平的貿易是多麼重要,不是他要求一個人與人之間結果的平等,而是追求人與人之間機會的平等, 給你機會,你不珍惜,是你自己的作業與人無由,不是說你珍不珍惜,做有36,不做有36,這些就是福利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者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他想要吹的東西,其實最後有些人,有些動物, 他會比全部的動物更加平等,Animal Farm,George Orwell,希望大家明辨是非,守護公義,下次再見